小姐姐正跳着魔鬼的步伐 没想到这时候傅豪提前回来了 两个人谁都没有发现对方 就这样你做你的我做我 就在他洗完早走进厨房时 突然听到了声音 随手在抽屉里拿起了一把长刀 而此时的爱玛也听到了声音 拿起手边的望远镜不上墙角 就这样两人前后转了一圈 只见傅豪一个转身直接把爱玛制伏 若女子爱玛立马说道 只要她现在走 她保证不告诉这里的对 傅豪一听这不就是我家吗 小帅不知道眼前这个女孩 就是那个让她抓狂的小姑娘 就在爱玛刚刚来上班的时候 就听管家说过各种规矩 用完的东西都要不一位 一日三餐也必须按掌清单上来 但是一向随性洒脱的爱玛从来没有听 这天爱玛工作完出于对这里的好奇 来到客厅当看到墙上的画像 她就把画像上的老人当成了小帅 可她不知道 小帅不但不是老头 还是帅气的亿万富翁 上班有飞机接送 下班用豪车回家 但是就是有强迫症外加洁癖 台灯的位置要保持一致 桌子上不能有一丝灰尘 否则下场就是被开除 也正是她苛刻的要求 家里的保洁也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这天她回到家 看到厨房有一张纸条 上面是厨师留下的用餐说明 瞬间她就怒了 她不允许家里出现这种波娱的东西 于是她直接打给管家 让管家开除厨师 可当她吃了一口饭 被这精湛的厨艺折服 随后就改变了主意 第二天还不忘跟表弟炫耀一散 虽然两个人没有见过面 但是通过灯 小帅觉得艾玛应该是一个老派 而这边 艾玛被管家要求只管做完饭就了 不要再写什么怪怪的纸 艾玛只是一笑儿 随后该写纸条还是写纸条 对于不该放到冰箱的东西 全部拿出放到桌子上 小帅每次回家看到贴的纸条 桌子上摆放的瓶瓶罐罐 虽然很生气 但是每次都按照纸条上的说明用餐 同样也会留下纸条提醒艾玛 不要做多余的事情 两个人就这样用纸条按字较紧 直到有一天宝洁受不了了 直接辞职走人 而艾玛正好听到管家说要招宝洁 于是毛遂自荐 顺理成章地成了这家的厨师兼宝洁 下班回到家的小帅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小厨娘 一眼就认出 这是在宴会上额自己钱的人 于是心里也认定了艾玛是个拜金 艾玛连忙解释 可小帅并不想听 只是交代他下次再回来之前必须离 第二天艾玛来上班 这时候侄子小杰克来找艾玛 看得出来小孩子很喜欢他 两人不仅屋里挽起了枕头大战 还在院子里搭起了帐篷 小帅这时候回来看到乱糟糟的客厅 把艾玛训斥了一顿 让他认清自己的本质工作 艾玛很是委屈 但还是留下来给他们做了晚餐 而小杰克不单提出让艾玛陪他吃晚餐 吃完饭后还要求一起看电影 小帅宁不过软萌的侄子只好都答应 而这一切在小帅看来都是艾玛耍的心机 趁着小杰克上厕所把艾玛给气走 这天艾玛正在工作 妹妹找过来不仅顺走了小帅的东西 还跟姐姐要钱说是参加生日聚会 回到家后闺蜜告诉艾玛 蜜莎是去了酒吧 而这个酒吧专门掉黄金单身汉的 艾玛赶过去撞得正着 上前就要把妹妹拉回家 还不忘训斥旁边的老男人 而这一切却被小帅的表弟看在眼里 就在今天 小帅参加重要日本商务派对 而艾玛因老师要求也参加了活动 当小帅看到穿着礼服的艾玛很是意外 问到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艾玛也不客气地回队 现在是非工作时间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宴会上小帅正在跟客户聊天 这时竞争对手也闻风感 当着小帅的面就开始抢客户 却不料客户表示目前没有矿所做方的打算 当客户走过来时 艾玛一转身直接把酒撒到了客户妻子身上 保安过来大声对她训斥 而小帅是很互断的人 我可以欺负但是别人不可以 于是上来帮艾玛解围 表弟看到小帅与艾玛在一起 问小帅这个女孩是谁 小帅回答这是我们家的小厨娘 表弟却告诉她 昨晚在吊金闺序的酒吧看到了艾玛 这更加让小帅认定了艾玛就是拜金女 而这边艾玛找到了客户夫妇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来跟客户夫妇道歉 由于客户夫人只会日语 不会其他语言 碰到会日语且开朗的艾玛很高兴 两人相谈甚欢 这对夫妇很喜欢艾玛 认为艾玛是小帅的女朋友 这让艾玛听到不好意思 会议结束后 四人转站到小帅家把酒言欢 送走客户后 小帅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 越发觉得小厨娘比有目的 于是提出让她今天晚上留下 就在昨晚喝醉的艾玛一觉醒了 发现自己在富豪的床上 怎么也想不起来昨天晚上发生什么 强装镇定地来到小帅面前 假装自己刚刚睡醒 可当小帅看到艾玛摆弄的姿势 却讽刺道 我不是你想要吊得金闺序 艾玛这时也想起了 昨天晚上小帅的羞辱 气愤地直接把老板给辞了 第二天 小帅的妹妹询问昨天日本客户的情况是 得知昨晚艾玛也在 心领神会的一项 小帅什么时候让外人在她家过夜光 这边艾玛正跟闺蜜发泄心中的不快 小伟却打来电话 邀请艾玛去动物救助站做慈善 不好推辞的艾玛答应 也许是动物的陪伴 此刻的艾玛暂时忘记了烦恼 回到家的艾玛忍不住对比 可言语中却全是小帅 独自一人回到家的小帅看着家里的一切 她意识到艾玛正在由外而内地吞噬着自己 于是来到公司后 拿起手机给艾玛发了一个道歉的 可艾玛却回复了一句日语 上网一查竟然是呆子 小帅想不明白了 这是原谅了还是没原谅 为了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 小帅的妹妹给艾玛的变化 两人决定推波助兰一番 邀请艾玛吃饭表示 谢 艾玛一听是小杰克只好答应 餐桌上可为小姑子看嫂子越看越满意 不由的心生一记 给小帅打电话说小杰克想他 让他过来 耐不住妹妹的语言公事 小帅还是来了 可是再次见面的两个人 又是一番口水大战 几个人只能无奈地看着这对欢喜冤家 而这时 小杰克提出去小叔叔那里唱歌 两人本来都想要拒绝 可是妹妹却不给欺负 这母子俩可真是煞费补心 一行人来到小叔家 可当开门后 艾玛看到是小伟 没有想到小杰克的叔叔就是小伟 两个人都很意外 期间小伟邀请艾玛来参加他们的演唱会 而小帅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艾玛 当他听到艾玛同意 他也说道 如果明天投标赢了他会参加 晚上他们来到酒吧 庆祝小帅竞标成功 小帅看到艾玛后眼睛没有离开过 看到艾玛喝酒还贴心地提醒他 少喝点喝多了胃里难受 小伟看着两个人不由的心里生出一丝危机 当音乐响起 小帅看着两人心里很是别扭 说了一句告辞就走了 艾玛看着小帅离开的背影 一步开始心 他觉得这可能是两个人最后一次碰面 一向高傲自负的总裁 此时却低声下气地来到小厨娘家 恳求艾玛回去工作 他似乎忘了之前说艾玛接近他 是为了掉金龟絮的事情 可艾玛忘不了 但当他看到受伤的小杰克时 他犹豫了 就在昨天 小帅的妹妹还请他们吃饭 想要化解他们之间的误会 可聚会结束后 小帅的妹妹妹夫发生了意外 出了车祸 小帅坐在椅子上久久无法回神 他不敢相信最亲近的妹妹就这样离开了他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给震住 而艾玛也从新闻上得知了这个消息 被震惊得无法引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次日 艾玛来到他们的葬礼 葬礼上他握着小伟的手安慰着 而对于小帅 他只是礼貌性地问候了一下 不一会儿 葬礼上却出现了本不会出现的人 原来是小杰克的姑姑玛丽和他的老公大夫子 当年因为家族不同意他和大夫子结婚 把他逐出家门 而他的到来让所有人都很意外 医院里醒来的小杰克 不哭不吃不让任何人泡 只是嚷嚷着回家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直到艾玛的到来 他拿着小家伙最爱吃的饼 当小杰克咬了一口饼 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委屈哭了出来 听到小杰克的哭泣 小帅默默地低下头流下了眼泪 出院后 回到家的小杰克还是什么都不肯吃 只是独自一个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发的 小帅前来询问 小杰克表示他想见艾玛 没有办法 小帅只能亲自来找艾玛 他告诉艾玛小杰克需要 而他也需要他 希望艾玛能够忘记之前的事情 艾玛终于等到了这句道歧 于是答应了小帅 紧接着小帅又说 希望他能搬过来住几天 因为小杰克晚上经常做噩梦 为了小杰克 艾玛同意了 当小家伙听到艾玛会跟他住在一起 开心地抱住了艾玛 最后 还不忘给舅舅一个 你看还得靠我的眼神 也许这也是小帅所期盼的 却看到了小伟 他忘记了 前不久小伟邀请他 做自己私人厨师的事情 但是一听艾玛是去照顾小杰克 小伟也只能欣然接受 他们来到小帅家 所有人都爱着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小厨娘第一次搬到富豪家 就被自己关在了门外 而这时小帅突然开门 艾玛就这样倒进了小帅的怀里 随后刚到公司的小帅 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大胡子来找小帅 告诉小帅他要争夺小杰克的抚养权 理由竟然是小帅是单身 无法给杰克幸福的家庭 听到这个 小帅强忍着想要揍他的冲动 而艾玛这边 带着杰克来到小伟镇 正玩得开心 玛丽却过来了 小伟介绍道 这是刚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姑姑 小杰克一听从澳大利亚回来 兴奋地追问关于袋鼠的事情 玛丽也是很会哄小孩子 把杰克的兴趣也引起来了 随后 小伟把艾玛叫到了一旁 希望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帅 虽然不理解但艾玛还是答应了 可就在这时 小帅打来电话 询问他们在哪里 艾玛含糊地回答着 可当小杰克接过电话 却直接说漏嘴了 小帅没有想到玛丽的动作会这么快 让艾玛带着小杰克马上回家 晚上一起吃饭时 小杰克开口闭口都是姑姑 这让小帅有了危机感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随后他找到艾玛 要求静气不要带杰克出去 如果想要出去必须有他陪同采取 艾玛虽然不认同 但还是同意了 来到公司后 小帅的表弟拿来一份文件 里面是杰克父亲给玛丽百分之五的补权声明 如果这个文件让玛丽拿到 那么小杰克的抚养权就要给玛丽了 晚上小帅再次提醒艾玛 这段时间不要带小帅出去 艾玛却认为 不应该把杰克困在这个房子里 看着眼前执拗的艾玛 打不得骂不得 于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幼稚的举动 以此来惩罚艾玛的不停滑 不久 小帅收到了法院的讨知书 这时小帅的表弟提醒他 最好是把给玛丽的股权文件拿回家 这样保险一些 没想到 回到家却看到玛丽和艾玛的妹妹在他家 玛丽为了获得抚养权 想尽办法地跟小杰克亲近 当玛丽看到小帅魂 也识相地离开了 小帅却质问艾玛为什么让他进 他把所有的怒火发到了艾玛身上 艾玛也没有怕呢 直接说道 自己怎么可能拦得住 小帅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跟艾玛发脾气 解释到明天就要开庭了 他不希望杰克跟玛丽亲近 主动邀请小厨娘喝咖啡 果然在爱情面前什么怪癖都得靠边站 可正当两个人浓情利益的时候 千瓦手机却小了 玛丽告诉艾玛小杰克受伤住院了 听到这话两个人赶忙来到医院 小帅则问玛丽 既然争夺了抚养权 为什么不好好照顾小杰克 玛丽则毫不在意地表示 只是摔伤了又没有什么事 原本应该跟小帅生活在一起的小杰克 却因为本不会出现在法庭的一份文件 输了小杰克的抚养权 不得不把小杰克送到青年未见的姑姑家 而姑姑却是为了获得杰克父母亿万家产 如今他们却不好好照顾小杰克 小帅忍不住跟玛丽吵了钱 艾玛看着两个人在孩子面前争吵 把他们轰了出去 小杰克看着艾玛 却说这样挺好 我想你们了 我受伤或者是哭闹你就来了 艾玛听到这话很羞愧 她觉得小杰克之所以这样是她造成的 就在昨天早上 她无意间发现 出现在法庭上的文件 竟然在妹妹的手机里 原来是妹妹去找她石头拍的 而妹妹把她卖给了玛丽换取钱财 艾玛崩溃了 她大声地责骂妹妹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不觉得羞愧吗 以后怎么让她面对小杰克 怎么面对小帅 她没有想到 造成这一切的竟然是妹妹 于是艾玛来到公司 想要跟小帅坦白一切 可当她听到小帅说 她一定要找到泄密者 要让她牢底坐穿 听到这话 她没有说出口 她不能让自己的妹妹进监狱 而这时 小帅却拉起了艾玛的手 深情地对艾玛说着感谢的话 艾玛无法面对小帅羞愧地走了 而此时面对同样信任她的小杰克 她沉重的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能想尽办法地哄小杰克开心 与此同时 小帅找到大胡子跟玛丽 并警告他们 如果小杰克再发生意外 他会不惜一切夺回抚养权 即使他知道这条路很艰难 这个小厨娘到底有多厉害 竟让身家亿万的大老板 跟在后面拎菜 大叔看着这么壮实的小伙子 拎着各种东西 忍不住对艾玛说 找得助理不错 小伙子有前途 小厨娘内心窃喜 但还是赶忙带着小帅离开了 小帅的表弟跟秘书却看到 小厨娘潇洒地在前面吃着零食 而爸总在后面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着 高高在上的总裁 什么时候沦为班菜工了 真是百年难得头回见 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啊 而艾玛出来恰巧听到秘书说 可以通过GPS技术定位到泄密者的方位 听到这话艾玛紧张地喘不过气了 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后的艾玛 谎称自己是低血糖 借口找吃的慌乱地跑到了厨房 赶忙给闺蜜打了个电话 问闺蜜应该怎么办 而闺蜜安慰道 就算是GPS能定位也是定位到小帅家 让他不要过于担心 可艾玛却决定不再隐瞒了 他要把真相告诉小帅 就在他刚要开口的时候 秘书再次打通了电话 对方却说所有的信息都被删除了 无法定位 但是可以通过技术查到手机型号 他下意识地把手机藏了起来 随后 艾玛收拾完厨房准备离开时 却又反了回 可话到嘴边还是难以开口 只说了一句抱歉便匆忙走了 第二天 小帅主动找到大胡子 因为明天就是小杰克的生日 希望能够让小杰克跟他们一起过 没有想到大胡子痛快地答应了 小杰克生日这天 小帅正在接电话时 玛丽找了过来 原来他看到小帅天天跟艾玛在一起 有一些嫉妒了 说到如果以前没有分手 现在他们就是小杰克的父母了 听到这话小帅却说 你别逗了 请你离我们家远一点 殊不知他们的对话 被不远处的大胡子听到 于是他打电话给属下 让属下照着小杰克父母的食谱 再来一份 原来小杰克父母的死令有隐情 当玛丽听到大胡子要杀了小帅 上去赶忙说刚才的都是误会 你才是我的未来 不要让别人破坏我们的幸福 大胡子被玛丽说动了 打电话让属下停止了行动 小杰克的生日会结束后 几个人又来到了夜市 小帅看着爱玛与小伟有说有笑 仿佛置身于醋缸之中 酸得不行 而这一切被小伟的前女友看在眼 调坦道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爱玛 霸道总裁这棵万年铁树 总算是要开花了吗 看到自己的小厨娘来上班 含情默默地向她走得过去 爱玛紧张又期待地看着小帅 正当小帅刚要碰到她的时候 耳边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叫的 爱玛 爱玛爱玛 当爱玛睁开眼睛 哎呀妈呀 闺蜜那张大脸出现在自己眼前 顿时火冒三丈 作为观众的我都想要做她了 闺蜜完全没有理会爱玛的怒火 还非常八卦地问道 昨天晚上跟大boss到底发生什么了 原来昨天小伟的酒吧开夜 所有人都去了 爱玛下班后瘫软在沙发上 这时闺蜜给她打来电话 要求她马上过去 但是爱玛却拒绝了 这时 闺蜜那边却传来了小帅的声音 小帅说到如果爱玛能来 她会非常高兴 果然下一秒 爱玛打扮的光鲜亮丽 出现在了party上 此时的两个人满眼的都是对方 而这时小伟却提出来 让爱玛替她工作 不等爱玛开口 小帅却开口拒绝了 表弟看着气氛不对借口 把爱玛叫开了 小帅却一直盯着爱玛 还是忍不住地走过去找爱玛 对于小帅的邀约肯定不会拒绝 于是爱玛提出自己 知道一个很棒的地方 两个人相约来到了 这个浪漫的地方 开启了第一次约会 两人畅所欲言地聊着 只听这时候爱玛说 小帅听到这话 内心忍不住地窃窃自行 而大叔看着两人之间 暧昧的氛围 横给力地放了一首浪漫的音乐 小帅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就这样两个人跳起了舞 小帅送爱玛到家后 拉起了爱玛的手 当我以为他要告白的时候 没想到只是说了一句 就这样 两个人在有点遗憾 又恋恋不舍的情况下 各回个家了 当爱玛来到小帅家上班 他做着和梦里一样的动作 没有想到这时候小帅突然出现了 跟自己的梦里一模一样 当他满怀期待 心跳加速地等着小帅下一步动作时 没有想到铁树永远都是铁树 只见小帅说道 厨房有给你安排的惊喜 爱玛来到厨房 发现这是自己的偶像 他只是上次订不到票时提了一句 没有想到小帅却上心了 不得不说此时的霸走 恋爱的树苗已经发芽了 小厨娘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钱 系给富豪一张最简单的辞职信 没等富豪反应过来 猴也不回得走 原来就在小杰克二审开庭的时候 本来是吻云的局面 没有想到大胡子提供了 小帅与爱玛昨天晚上约会的照片 并以小帅单身 私生活混乱为由 赢得了抚养权 爱玛回到家门是自责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如果当初内美没有偷拍股权协议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于是他来找小帅要跟他旁白一切 小帅看到爱玛惯 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他知道爱玛不会在最糟糕的时候 让他一个人呆着 所以他说爱玛是一个诚实善 爱玛听到这话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照搭 拿起酒喝了一杯 当以为他要说的时候 也许是没有准备好 也许是害怕 他只是说了一句 我忘记刚刚要说什么了 我该走了 可此时的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喝什么 两个人就这么互相看着对方 压制已久的赞词赛云 就这样两人相拥在一起 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则天小杰克这边却出事 小杰克因为不想要跟波波一起收 独自一个人跑了出去 当小帅跟爱玛找到他的时候 他在自己家里睡着了 看着熟睡的小家伙 总算松了口气 两个人来到客厅 当小帅问爱玛 昨天晚上的事情的时候 爱玛却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录 明显的不想要提起 昨天晚上的事情 小杰克生日这天 几个人相约来到小帅家 因为小家伙 今天一天大家都过得无比放松 晚上大家享受着美食 享受着音乐 就在大家都要走的时候 小杰克却吵着让爱玛留下来 又不过这个小肯 爱玛只好留下来给你 而小杰克也是很会 给二人制造机会的 提出要在院子里看心情 就这样三个人像是一家人 小帅讲这故事 爱玛跟小杰克听着 没一会儿小杰克睡着了 小帅又忍不住地问 那天晚上的事情 而爱玛并没有回答他 第二天 爱玛像是故意躲着小帅 看到小帅出门后 才进到小帅家 看着自己工作的厨房 拿出随身携带的便利贴 写下了我见过最简单的辞职信 可当他放下便利贴 小帅突然回来 他慌忙地把便利贴藏到了背后 小帅不明白他这个举动 爱玛看着眼前的小帅 满眼的故事 还是把纸条交给了小帅 就这样头也不回地走 霸道总裁到底有多腹黑 就因为昨天小厨娘无故辞职 今天就让小厨娘 赔付高额的赔偿金 还大方地给了两个选择 要么回来上班 要么赔钱 爱玛气得跟小帅争辩 可他怎么能逗得过精明的小帅 只见小帅三言两语就给他解决了 随后还得意地拿出一张菜单 看了一眼气得直跺脚的爱玛 可怜的爱玛只能乖乖地回去做饭 可爱玛也不是好欺负的 只见他拿出了久违的便利贴 准备大干一场 果然第二天 小帅看到厨房满满当当的纸条 所到之处无疑幸免 这对有洁癖的霸总来说 无疑是要抓狂的 可是想到是自己的小厨娘做的 只能宠着忍着了 第二天爱玛来上班 小帅当着爱玛的面 潇洒的搞法 只不过这个位置有点欺负人了 爱玛好不容易拿下来 这对关系冤家确实有点幼稚 爱玛见这招步行再来一招 只见他使出了全身的洪荒之力 彻底地把屋里整顿一番 就在这时小帅打来电话 晚上有一个意大利客人 想要邀请爱玛过去做意大利菜 扔在气头上的爱玛直接给他拒绝 可小帅却给出了高额的加班费 爱玛只好勉为其难地帮小帅赢了 刚刚答应司机就已经进来了 这是料定了爱玛肯定会答应 在轮船上客户夸赞着爱玛的好主意 爱玛无意间也说到 自己的梦想是开一家餐厅 忙完这一切后 小帅找到爱玛想要跟他好好谈谈 就在这时 小帅的表弟慌张长了过来 公司出事了 没有办法两人只能先回公司 原来玛丽要选自己做高管 可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兄弟小伟 却在背后捅了他一刀 把票投给了玛丽 晚上小帅找到小伟 劝小伟不要被玛丽利用了 而小伟却生气地说 你不是也是利用权势 强迫爱玛留在你身边吗 这给了小帅棒头一鹤 回到家的小帅看着满屋的狼藉 想起小伟说的话 给爱玛发了个微信 约爱玛明天在船上见 第二天 两人如约来到船上 没有想到小帅拿出爱玛的合同 当着他的面撕毁 小帅可能不知道 其实爱玛是愿意留在他身边的 就这样两人解除了雇佣关系 小姐姐正在惬意地享受着泡泡浴 可这时突然看到小帅出现在这里 两个人都很惊讶 本来已经分到扬镳的两个人 却因为一个日本客户 不得不一起到外地出差 爱玛与日本客户交谈完后 来找小帅 看到小帅在打台球 于是提出两个人比试一场 当小帅看到球杆都不会拿的爱玛 忍不住过去言传声叫一番 不得不说这撩妹的技术给他打十分 随后办理入住的爱玛 完全没有注意自己拿错了房卡 当小帅回到房间 看到凌乱的床铺 刚要给前台打电话 此时却听到浴室里有声音 他忍不住地走了进去 这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而两个人竟然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心情争电这是谁的房间 爱玛嚷嚷着让小帅出去 小帅可能也意识到地点不太合适 只能灰溜溜地先走 随后爱玛知道是自己闹了乌龙 有点不好意思了 看着一直嘲笑他的小帅 他估计小帅会拿这件事嘲笑他一辈的 小帅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现在满脑子都是钢刀的乌龙事件 为了缓解尴尬 两人一起来到了钢琴前 小帅在爱玛面前 完完全全地展现出自己另一面 深情地为爱玛弹起了钢琴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 爱玛不禁想起了以往两个人相处的种种 如果没有那件事 两个人现在会是怎样 有没有可能会更进一步 回到家后 闺蜜正在八卦爱玛的事情 此时爱玛的父亲却过来找 原来就在几天前 爱玛被告知由于信用问题 无法给他贷款 妹妹却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 所以这次父亲特意把自己的全部家到拿了过来 交给爱玛让她完成自己的梦想 不得不说父母永远是儿女的后盾 有了父亲的资助 本以为可以顺利开业 可这时得知有一个股东要退出 而新的股东马上就会过来 那个人爱玛也认识 小厨娘经过自己的努力 总算拥有了一家自己的餐厅 可她没有想到小帅竟然是她的大股东 到头来还是没有逃离这个爸走 而小帅为了爱玛的餐厅也是尽心尽力 亲自带着维修队检查餐厅的各项安全隐患 还邀请他们去自己家 一起商量工作安排人员分配 细心到菜单的设计菜品的设定 都亲力亲为 此刻日理万机的总裁为了陪小厨娘 可真是煞费苦心 而小伟这边得知出现在法庭上的文件 是爱玛的妹妹偷拍的 而玛丽把存有证据的优盘交给了小伟 并说到爱玛从头到尾一直知道这件事 而小帅与爱玛因为合作伙伴的身份 关系更亲密了 浪漫的小帅还放起了音乐 两个人漫步在这美妙的音乐中 此时爱玛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一颗定时炸弹 殊不知小伟在远处看到这一切 几度的小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经过大家的努力 爱玛的餐厅也顺利地开印 小伟看着爱玛与小帅之间暧昧的氛围 回到家后彻底地爆发了 他觉得是时候做点什么了 而此时的爱玛 也准备把那件秘密告诉小帅 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 得知一切真相的小帅已经找了过来 他质问爱玛 是不是知道妹妹所做的一切 这时候爱玛再解释什么也会显得苍白 只能点头回答 这件事情爱玛虽然保护了妹妹 却让小帅失去了侄子的抚养权 气愤的小帅以大股东的身份关闭了餐厅 妹妹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于是他来找小帅 请求小帅的原谅 可此时小帅等的人是爱玛而不是妹妹 令他没有想到的事 第二天他竟然听到爱玛走 离开了这里 不一会在路上的爱玛接到了合伙人的电话 小帅决定不关闭餐厅了 让他赶快回去 本想要拒绝的爱玛 经不住妹妹的劝说 爱玛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梦想的地方 刚刚跟小帅看完电影的小杰克 却提出要去爱玛的餐厅吃饭 聪明的小杰克似乎是感觉到了什么 到了餐厅 不单单要求爱玛陪他吃饭 还让小帅与爱玛配合他拍照 这乃生乃气的要求 谁又能拒绝得了呢 应该说两个人本来也不想要拒绝 当小姐姐满心欢喜地想要答应时 这大猪蹄子看得我都想做的了 原来小帅与爱玛准备假结婚 赢回小杰克的抚养权 就在前不久 小帅得知自己的妹妹去世 是大胡子一手策划的 为了亿万家产 还立谋获得了小杰克的抚养权 小帅忍不住去大胡子家教训了他一番 可是苦于没有证据也无可耐索 但他不能忍受小外甥 跟自己的杀父仇人住在一起 于是把小杰克带回了自己家 可第二天 小杰克的姑姑玛丽却以抚养人的身份 强行带走了小杰克 于是小帅找到爱玛 提出与爱玛假结婚 面对小帅突如其来的要求 爱玛犹豫了 他需要考虑考虑 没有想到一向神助攻的小杰克 忽然偷偷地跑来找爱玛 他不喜欢大胡子家 他想要跟舅舅在一起 也许是出于对小家伙的愧疚 不一会儿 爱玛主动找到小帅 小帅没有想到爱玛这么痛快地答应 还有点不太敢相信 随后两人像是忘了这是假结婚 只见爱玛 兴高采烈地说着自己梦想中的求婚现场 小帅听了则是满脸嫌弃地拒绝着 可是嘴上说着拒绝 下一刻他就带爱玛来到了求婚现场 而这里的布置都是爱玛所想象的样子 没有想到爸总说起情话来这么肉麻 爱玛看着眼前迷人的男人 完全当真了 可没有想到这个傲娇的男人 却只是走个过场 然后直接就把戒指递给了爱玛 说到带着吧 反正也订婚了 留下爱玛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达成一致后 两人很快地在媒体面前公布了婚讯 婚礼当天 两个人像是室外人一样 小帅在公司加班工作 而爱玛这边也要去市场买狮子 并表示自己一个小时就回来 殊不知这一切被玛丽安排的线人听到 并告诉了玛丽这个消息 玛丽见爱玛进入了仓库 趁机直接把爱玛锁在了仓库 小厨娘今天本来要结婚的 此刻却被锁在了冷库里奄奄一息 新郎小帅却因为爱玛没有出现 以为爱玛临时反悔 几个小时后 小帅却在情敌小伟家找到了爱玛 原来就在爱玛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时候 是小伟赶过去救了的 可已经被粗意冲昏头脑的小帅 完全不给爱玛解释的机会 上去就是一顿适责 并说到再也不会相信爱玛 看着这个炸毛的男人 爱玛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了 可是吵架归吵架 正是两个人可没有忘 不得不说这两个人的速度真都可以 婚礼这就开始了 小帅看着眼前美不胜收的新娘 都一不开眼睛了 就连小杰克都忍不住地过来一顿夸赞 两人也在亲同好友的祝福下完成了婚礼 可新婚业新娘的状况却不断 先是卡住了裙子 小帅都没有帮忙的意思 还表示自己还在为爱玛出现在小伟家生气呢 随后像是婚纱不愿意离开她是 怎么也解不堪 想起小帅刚刚的态度又不好找她帮忙 于是可爱的爱玛想到吃东西把裙子给撑破 这也真是没水了 小帅这时正好下来喝水 没有办法爱玛只能寻求帮助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难弄 只见小帅一直在奋斗 经过一番奋斗总算是解开了 两个人也因此破冰了 晚上小帅不断地出现在爱玛的眼前 还贴心地送书籍 虚寒问暖 早上看爱玛没有起床 忍不住去她房间找她 这才发现爱玛生病了 小帅连忙给医生的电话 医生告诉她先给爱玛洗个冷水澡 于是小帅把爱玛带到了浴室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发烧洗冷水澡的 咱们可不能是 这应该是剧情需要 小帅看着眼前冷得发抖的爱玛 打开了自己头上的喷子 就这样抱着爱玛一起洗了的冷水澡 还别说经过霸总这一波操作 爱玛好多了 不一会儿家里来了一个客人 是海鲜市场的老板 专门来给爱玛道歉的 小帅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误会爱玛 两个人误会解除后 小帅完全放下了心里的芥蒂 晚上两人跟朋友吃饭 还不忘撒一波狗粮 可第二天警察却赶来小帅家 把小帅带走了 说是有一起案件 需要回去协助调查 小帅叮嘱爱玛 让他不要担心在家待着 来到警局后 小帅才知道自己公司的运输车里 搜出来了大量的面子 他马上联想到了大胡子 并被警察提供了线索 门外爱玛担心的也跟了过来 他请求警官让他见见自己的丈夫 好在警官同意了 爱玛看到小帅忍不住的担心询问着 可下一秒小帅忽然抱住了爱玛 两个人就这样紧紧地拥抱着 诉说着彼此的情愫 晚上小帅回到家 看到睡在沙发上的爱玛 他顺势坐在了地上 轻轻地抚摸着爱玛的头 爱玛以为这是梦 没有想到小帅真的回来了 他就像是妻子一样 那么自然地带小帅来到餐厅 看着小帅吃着自己准备的饭菜 两人就这么甜蜜地聊着 如果不是闺蜜进来 两个人不知道会不会更甜蜜 回到房间后 爱玛希望两个人分开住 小帅觉得分开住比较容易被发现 直接拒绝了 可爱玛却担心住在一起会比较危险 然而当爱玛换好衣服出来时 小帅已经睡着了 爱玛不相信 这才没有三秒钟怎么可能睡得着 但是任凭他怎么拉扯 小帅就是不醒 于是爱玛放了的大招 知道自己被耍了的小帅 也只能无奈地睡 早上醒来哪儿还有什么楚河汉界 小帅这是把爱玛抱了的满怀 醒来的两个都比较尴尬 爱玛则是匆忙地到厨房准备早餐 可就当他满心欢喜地准备完早餐 这个说变脸就变脸的 爸总吃都没吃一口直接走 真是变脸比翻书还快 小帅来到公司后 小伟找了过来 邀请他们晚上参加画展 小帅知道小伟怀疑他跟爱玛之间的婚姻 于是很爽快地答应 到了晚上两个人参加画展 在大家面前表现的天衣无缝很是恩爱 可是尽管两个人表演得再好 百密中有一书 这个秘密还是被小伟无意间在表弟那里听到了 于是开庭前一天 小伟找到小帅与爱玛 说着真心祝福的话还送了他们一个相机 三个人照了唯一一张合照 就在他们都觉得小伟释怀了的时候 小伟突然说 我知道你们的爱情是假的 一切都是为了小杰克 你们不用装恩爱 起码到我面前不用 这让小帅与爱玛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开庭这天 双方各执一词 各方面都不相上下 小杰克也表示更愿意跟小帅一起生活 可正当法官要宣读抚养权的时候 小伟却突然闯了进来 就在小伟犹豫时 小杰克忽然走向了小帅与爱玛中间 小伟看到这一切明白了小杰克的选择 他表示小杰克应该跟自己喜欢的舅舅住在一起 最终小帅与爱玛获得了小杰克的抚养权 小帅和爱玛带小杰克回到家中 小杰克的加入 让本来就不想分开的二人更有了正当的借口 临时拼凑的帽牌夫妻也终于成了三口之家 另一边 玛丽意外得知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 正是自己朝夕相断的大胡子 他情绪非常激动 可此时的大胡子却原形毕露 不但供认不讳 还阻止玛丽的离开 找来了保镖限制了玛丽的自由 伴随着小杰克的加入 小帅和爱玛的感情也在迅速升温 感觉假的好像很快就要变成真的 小帅利用这个机会在小杰克面前与爱玛袖着 晚上爱玛躺在沙发上休息 让睡不着的小杰克躺在自己旁边看着电视 赶回来的小帅也躺在了小杰克的另一边 三个人盖着同一条毯子 小帅则是幸福的同时拉住了小杰克和爱玛的手 这画面看着就很温馨 而此时的大胡子正在射击一场阴谋 大胡子带着妻子玛丽来到了郊外 给了玛丽两个选择 一个是开枪打死自己 一个是开枪射击不远处木屋上的枪把 玛丽没有勇气打死大胡子 于是对着木屋疯狂射击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玛丽咒骂大胡子一具疯子 随后就跑开了 此时木门被打开 里面竟然是小帅的眼线 而刚刚玛丽所做的一切都被人拍了下来 大胡子的阴谋就是要把玛丽绑在一条船上 从而让她保守秘密 还不知道自己被算计的玛丽 费尽心思终于逃脱了大胡子手下的控制 成功地来到了小帅和爱玛居住的房子里 四个人都看出玛丽有话要说 但也没打破套路 版面人物死于话多 正面人物总是该说的不说 玛丽做了好久的思想斗争 就在她刚要说的时候 小伟的电话响了 是大胡子打了 大胡子让她把电话交给了玛丽 然后让玛丽找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接听 并把玛丽枪杀他人的事情说了出来 还发了照片 玛丽这次彻底崩溃了 富豪也有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的时候 看着左边前女友右边新婚妻子 天知道她现在有多煎熬 而爱玛此刻毁得肠子都轻了 就在前不久小帅生日 爱玛很用心的 把小帅多年为联系的朋友都聚到了一起 当然包括她不知道的前女友 小帅看到爱玛为她准备的惊喜感动不已 就在两个人情意绵绵的时候 前女友到了 小帅看到前女友很意外 她对前女友说道 自己现在很幸福希望她不要打扰爱玛 爱玛看着热聊的两个人 还不太明白他们是什么关系 不过没多久她就明白了 因为前女友不断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不管是上课还是两个人一起吃饭 聊天中前女友不断地说道与小帅的过往 这让爱玛有了危机感 于是爱玛准备宣示主权 这天她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 邀请前女友来家中做客 聊天中两个女人免不了一顿较量 一个说着过去 一个说着现在 而当事人小帅就坐在中间 此时的她觉得自己呼吸都是问题 就在她如坐针毡的时候 神助攻小杰克出现了 小帅仿佛看到了救星 而小杰克也不负所望 表示自己要听睡前故事 成功地把两人带胎了 而前女友趁这次机会 把与小帅以前的照片 碰到了她送给小帅的书中 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点拨了一下爱玛 果然不一会儿 抵不住好奇心趋势 爱玛看到了这张照片 但是当她质问小帅的时候 小帅却说不知道 这个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对于前女友的事情 她并不想要说什么 直接走开了 爱玛知道这是前女友的伎俩 但是小帅的态度让爱玛很生气 于是第二天留下纸条离家出走了 她漫无目的地坐上了一辆大巴车 遇到了一个热情的大姐 两人聊得很投机 于是无处可去的爱玛 就跟大姐来到了一个农庄 而小帅这边看到爱玛留下的字条后 找到了闺蜜家 但是闺蜜并没有告诉她爱玛的去处 可这怎么可能难道富豪呢 只见她挤着电话 很快就知道了爱玛的所在地 爱玛正在跟大家一边劳作一边聊天 现在的她还以为小帅在家中 等着她乖乖地回去 不可能找的 可当她转头看到小帅出现在自己面前 爱玛虽然内心很高兴 但是还是没有原谅小帅 表示不会跟小帅回去 为了追回自己的小厨娘 小帅也在这里劳作起来了 两个人还时不时地打闹一番 吃着当地特色的美食 而爱玛却对这里的军姑情有独钟 询问在哪里可以摘到这种军姑 热情的大姐告诉她在树林里 但是不建议她去因为很危险 对于一个热爱美食的人来说 根本就听不进去 于是她与小帅进到了树林 经过爱玛一番指挥后 两个人果然迷路了 小帅就这样背着爱玛漫无目的地走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小木屋 两个人很默契地收拾着屋子 生火取暖 小帅总算有机会把前女友的事情解释清楚 并对着爱玛申请的告白 富豪现在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上一刻还甜甜蜜蜜的两个人 面对自己的求婚是爱玛会拒绝 没有任何解释的直接走 一脸茫然的小帅找到爱玛想要问清楚事情缘由 爱玛面对咄咄逼人的小帅脱口而出 小帅没有想到爱玛会轻易地说出这三个字 也赌气地答应了 法官看二人是刚刚新婚 让他们先冷静冷静 由调解员进行调解 可是面对调解员 一个有苦不能说 一个什么也问不出 两人不可避免地又一次争吵 调解员看着斗嘴的两个人 真是调了一个寂寞 这时律师打来电话 大胡子要趁两人离婚重新争取抚养权 回到家的小帅 听律师说到如果两人离婚 大胡子的胜算会比较大 小帅则表示 如果这次大胡子从他身边把小杰克夺走 他将永远不会原谅爱玛 这一切的谈话都被小杰克偷偷地听到了 于是趁对晚上小帅谈话的时候 拿了小帅的钱包偷偷地跑到爱玛家 果然不一会小帅找了过来 小杰克提出晚上带爱玛家住 不得不说如果没有小杰克 这个爸总追七路不知道有多难呢 三个人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小杰克握住了爱玛与小帅的手 一家三口的画面粉饰温馨 也多亏了小杰克来找爱玛 妹妹有机会把爱玛离婚的原因告诉了小帅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大胡子 大胡子设计陷害妹妹 拍下了他持枪伤人的视频 并以此威胁爱玛 让爱玛与小帅离婚 爱玛回来 小帅心疼地把爱玛搂在怀里 两个人和好如初 早上一家三口挤在小床上 小床虽小却装了满满的爱 小帅轻轻地抚摸着爱玛的脸 还调皮地把小杰克弄醒 小杰克看着自己最爱的舅舅与爱玛 不得不说小杰克为了这两个人 可真是不容易 小伟这边无意间听到了玛丽留下来的录音 原来玛丽故意引导大胡子 说出杀害自己哥哥的事情 并趁机录音 找机会把他放到了小伟镇 有了这个录音 小伟与小帅就可以把大胡子送进监狱 不成想大胡子知道事情败露了 找到了小帅家 拿枪挟持了爱玛 小帅赶回来面对持枪的大胡子 两人僵持不下 这时保安喊了一句小帅 成功地分散了大胡子注意力 小帅找准机会上去与大胡子搏斗 成功夺下了大胡子手中的枪 并将她制服 大胡子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成分 而玛丽也对自己以往的过错 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转眼到了新年 这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第一个新年 小帅看着眼前这个美丽动人的妻子 称赞到今年肯定是最美的焦点 所有人来到了新年party 大家一起狂欢 爱玛与小帅来到了熟悉的天台 小帅送了爱玛三张机票 准备一家三口去看北极光 满约到这里大结局了 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